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夏天流流最喜歡吃辣食物 因為飆身汗出來 不知為何總覺得很爽 今天為大家介紹這個 送啤酒一流的避風糖麻辣雞翼 材料有雞翼 這是炸蒜蓉 辣椒乾 紅蔥頭一個 這是麻辣的花椒 還有一塊硬麵包 第一步 首先醃了雞翼 這些就是急凍的雞翼 最快的方法去除雪味 就是放在筷子裡 一邊沖一邊沖五分鐘 這樣就可以去除雪味 而且很快就可以解凍了 這個廚房裏就叫做啤水 把雞翼放在這裡 然後我們也是用很基本的醃料 就是豉油 少許鹽 一些糖 還有一些酒 但是我很喜歡用玫瑰露醃 因為玫瑰露有一個很香的香味 好了 然後我們就把它拌勻 醃好了 就放在一邊 然後就做我們的避風糖 其實避風糖的主要材料 就是麵包胸 只不過是因為在家裡 就有一塊買了幾天的法包 這塊法包已經放到 硬度可以扔下街 打死人的程度 其實麵包硬了 你不用丟 你可以把它放進冰箱裡 即是冰箱那一格 放雪糕那一格 把它冷到硬了之後 拿出來就會變成硬到這樣 然後你就可以把它磨成為麵包糠 這樣就不用買了 用一個這樣的磨 這些叫什麼 磨 磨 磨好麵包糠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煎雞翼了 煎雞翼的東西 其實沒有什麼難度 老實實 就是在一個鍋裡 放油 然後把它煎熟 就是這麼簡單 不過如果你想它的表面更脆 也有一點點秘技 你就可以 放一些粟粉 在雞翼上面 包著它 放一些粟粉在雞翼上面 包著它 這樣它表面就會更脆 而且粟粉 如果你把它倒進去 裡面有很多汁 它就會變成一坨 這樣 所以呢 我們就要把它拿起它 包著一層粟粉 這樣去煎的 就會脆很多 然後把雞翼放在一邊 慢慢吃 因為雞翼要完全整熟 所以你可以吃的 還有呢 雞翼其實 它也不是很快 可以熟到的東西 來的 好 首先呢 我們把這個紅蔥頭 切成圈圈 這個辣椒乾 都可以把它切開一點 有些把它切開一點 讓種子走出來 還有整隻 有些就可以切碎它 令到它的辣味更加出 其實說真的 你煮得這個 都是喜歡吃辣才會吃的 那你不吃辣的 你就想也不要想 所以 我們煮得它辣一點也沒有所謂 切好 把辣椒乾和紅蔥頭 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去開另一個小小鍋 炒麻辣的東西 加牛油是真的會香很多 所以我已經用了牛油 但只是牛油呢 又很容易焦 那我們牛油之餘 就加多一點油 其實是很多油的 因為我們有很多麵包糠 所以我們吃的時候 是不焦的 所以才得人怕 我們煮熔了牛油 然後我們加這些 切碎了的辣椒 還有紅蔥頭 還有這個麻辣的花椒 炸蒜蓉 炸蒜蓉就不要放著 遲些才放 因為它本身已經炸熟了 所以它很快就會焦 包到差不多 你聞到牛油的香味 和辣椒 麻辣的味道 一直供上來 那就代表差不多可以了 這個時候呢 就可以放我們的麵包糠 然後把麵包糠放進去 下了麵包糠之後 我們就可以下了這些炸蒜蓉 跟著 因為這些東西 其實還沒有鹹味 我們只需要加些海鹽 下去就可以了 如果你喜歡的話 當然可以下了黑椒 辣味再多一個層次 麵包糠 麵包糠吸收了麻辣的牛油 現在這個避風糖真的好吃到不得了 只是這一堆麵包糠 就已經可以送一碗白飯了 最後呢 我們把這個已經煮熟的雞翼 放進去 然後 拌一拌一拌 最後把雞翼 和那些 麻辣的避風糖 拌勻 這樣就完成了